大家好,我是刘毅,一个爱做家常菜的厨师长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帮我按个赞,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大家对我煮法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想看我煮什么样的菜式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谢谢 牛肉很多人都喜欢吃,营养丰富,味道鲜美 大家好,我是刘毅 今天跟大家分享西红柿炖牛腩的家常做法 鲜香清淡,软烂入味,非常适合炎热的夏季,吃饭没胃口 饭店做的为什么好看又好吃,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保证让你一看就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新鲜的牛腩肉一斤左右 最要是让摊饭给你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这样回家比较省事,放在水中浸泡半个小时 这个目的是去除牛肉里边的血水和腥膳味 做出来颜色鲜亮不会发黑,味道还更加的鲜美 接着准备小料,大葱和生姜切成片 再准备两个八角和少许的白纸去形蒸香 准备好后,下面开始起锅烧水,先来汆烫牛腩 冷水下入清洗干净的牛腩,放入料酒稍微多一点去形蒸香 保持小火慢慢的烧开,这样更能去除里边残留的血水 开锅后用勺子撇去表面的浮沫不要 尽量撇干净一点,这样腥膳味小 而且牛肉煮出来还鲜亮好看 用勺子稍微多推动一下 这样更能去除粘附在牛肉表面的一些浮沫 穿上大概三分钟左右,看不见浮沫汤清亮 接着下入姜葱和香料 少许的花椒粘去形提味 然后油调进来放入一个砂锅中 这样可以缩短炖制的时间 然后盖上盖子,保持中小火炖制30分钟 接下来准备配料 土豆一个消去外皮,清洗干净 然后像这样改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稍微切小一点 放入土豆主要是丰富口感和营养 而且炖出来的汤汁形成自来切 看着非常有食欲 切好后倒入清水中先浸泡上 防止氧化变黑 再准备西红柿半斤左右 这个季节最好选择这种根地位置 长开粒的这种西红柿 这个就证明熟的比较透 西红柿的味道特别的足 然后从中间切开 切去根地不要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切好先放入盆中 再准备小料 生姜适量切成片 大蒜子两颗也是切成片 小葱切成段 切好先放入盆中 油肉通过半个小时的炖煮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剪去里边的姜葱和香料不要 油肉像这样提前通过煮制 再来进行第二次加工 味道更加的鲜美 而且可以去除很多的新三味 接下来另起锅进行最后成品的加工 放入少许的葱油和适量的猪油提味增香 油热后下入葱姜蒜便炒出香味 炒出葱姜蒜微黄香味才浓郁 接着下入空干水分的土豆 稍微翻炒几下 炒干土豆表面的水分 接着下入西红柿翻炒均匀 有条件来可以放入适量的番茄酱 这样炒出的汤汁颜色和红亮 而且味道还更加的浓香 接着放入适量的食盐 可以使西红柿很快的出汁水 再放入料酒稍微多一点 去腥增香 同时可以使炒出西红柿酱汁颜色更加的红亮好看 再放入生抽酱油稍微多一点 提味提鲜 继续翻炒均匀 炒至西红柿软烂 颜色红亮 接着倒入炖好的牛腩 用勺子稍微多推动下 让其受热均匀 保持大火先烧开 炖至两分钟左右 大火能让各种鲜香味融合 这样炖出来西红柿牛腩 味道更加的浓香 然后盖上锅盖 保持中小火炖至10分钟 10分钟后开始调味 放入少许的盐 一少的鸡粉和少许的白糖 会提鲜 看一下这个土豆 用勺子稍微一摁就烂掉 证明就可以了 当然喜欢吃更软烂点的 时间可以稍微炖长一点 最后再次开大火炖至1分钟左右 化开调料 而且这样炖出来的汤汁更加的粘稠浓香 看着非常的有食欲 炖至汤汁稍微浓稠 然后倒入盘中 最后再放入小葱花和香菜点缀 美味集成 这样一道鲜香味美 开胃下饭的西红柿牛腩就做好了 老少煎饮 跟罗家长菜 请关注刘易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